继8964的文字图片经现百度搜索网后 随着清明节临近 内地互联网更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内容 北京也纷纷传出 中共中央打算接纳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改的建议 把64作为政改主牌 外界认为在互联网上给64、赵紫阳等敏感词松绑 是给推行的政治改革试水温 那么平反64能重新激发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吗 中国的改革之路到底在哪里 请看专家和民众的心声 最近中国网络不仅可以搜索到64的相关文字照片 连网络上的赵紫阳纪念馆也不再被管 有网友说用特殊方式还可以搜索到64的历史照片 包括坦克开入长安大街 民主女神像立在天安门广场照片 亲身经历64事件被坦克碾压的受难者方正 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现在打出64的牌 只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 并不能代表为民众需求而进行政改 他还表示 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 历次发动政治运动迫害中国人 又利用平反来愚弄人民 巩固他的统治 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还因为平反而欢呼 是不成熟的表现 对64这个问题上来说 那完全是一个政权这个军队 对人民的一种犯罪 而这种罪行不能仅仅用平反这种 只能一代而过 犯罪就要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罚 对不对 对受害者就要有应有的赔偿 他最需要一直清算 这个政权彻底的限制 他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赵远明认为 在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中 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受到共产党的冲击 有的甚至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如果胡锦涛 温家宝能利用在位的机会 在中国铲除共产党 会受到人们的爱戴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 刘英全认为 要政改就需要一整套的机构调整 由共产党内的现在的健康力量 重新阻挡 由他们来继续的管理行政 是两党制衡 当然了还有一个前提 首先要平凡访论功 因为访论功主张真善严 能够提升道德 进化环境 这样就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你想全民的道德提升了 无论学章权 中国都差不到哪里去 而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 网丹在推特发表言论说 外媒报道温家宝要推动平反六四 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